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古壇思見》 我是主持梁君宇 我身邊是施生和施基金的基金經理李浩德 兩位,上星期討論政治問題、國安法 似乎情況與施生預計差不多 即使細節未公佈 但以坊間不同的看法 仍然維持著中央有最終審核的權力 如果二次回歸出現時 究竟外資會如何看待香港 兩位認為會多了,或是有機會流失? 我跟金融界有些朋友最近都談過 他們認為由於西方政府態度鮮明 說要收窄給香港的特殊待遇 香港作為金融中生的窗口 開的闊度,多多少少會收窄了 但正正由於收窄後 但要流過窗口的水 就不是立即放棄 以前賺開的不賺 所以其實流量會增加 做開生意的人 不會輕易放棄自己做生意的機會 另外亦都要看中方的取態 例如之前都有開放了一些 例如一些保險公司 以前不容易上去做生意 現在他們讓你上去開分公司 讓你在大陸出自己的產品 做生意機會多了,便願意去投入 另外最近也聽到銀行 可以將理財產品拿去大陸賣 如果大陸開放多些機會 讓金融行業去大陸做生意 這些機構仍會透過香港作為特殊 就要看雙方的各域 短期窗口會關閉一些 資金的流量就會增大 整體的影響就未必太大 另外在這個過程中 由於西方要收窄 西方本土的公司要聽 每個人都有阿爺 阿爺的態度要做少一點 所以有些可能他們不做 便留給香港設有分公司的外資做 施生認為餅大了 即使渠道窄了,流量加快會填補一些影響 浩德,你怎樣看呢? 在金融角度,香港金融業會否有影響? 我記得幾集之前,我們曾提及過 香港或中資股 很久之前的外資已經放棄了這個地方 未來會否改變? 我覺得在這段時間,我有幾個觀察 第一,香港沒有出現資金外流 甚至日本說,希望開放少許他們搶我們的人才 希望將香港金融業的人才 拿去那裏,射取一個機會 第一,反映了我們香港的人才有些競爭力 第二,我自己的朋友身邊觀察 其實是不多的 因為始終香港的金融業 大部分都是依靠大陸相關的 無論是投資在大陸 或者透過大陸的錢 去到世界各地去投資 其實你搬到其他地方 其實很多東西都會產生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至少在現在一刻,大家真的去計算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不是真的出現很大的轉變 我補充少許 香港成為金融中心 沒有靠國家政策 亦都沒有靠其他國家特別仁慈 特別照顧 香港是 香港真的比日本自由很多 日本很多管制 金融機構覺得在香港做好過在日本做 甚至覺得在香港做好過在新加坡做 所以日本請多一些人才 就不會因此而成為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要靠很多飯 所以最終就是 香港能夠給世界金融業 是否真的有它獨特之處 有它優勝之處 我認為 西方的制裁 我認為是姿態大過實際 暫時它沒有條件 一刀切斷香港 之前扮演過的角色 因為這樣對它自己的傷害會更加大 金融模擬是美國的強項 它亦都有很強的壟斷性 但亦都是它的軟肋 因為它之前是透支金融業給它的紅利 這個論點比較新少 是它的軟肋 所以施生認為美國的情況 就著自身的情況 其實不可能這樣切割到香港的 短期三、五年 我認為它未做到辭 明白 剛才我們討論過一些外資的情況 有另一個角度 很多評論都認為 會否始終前景或影響是難料 會否國內的情況 都會開放更加多的資金 來香港支撐住 或者支持住香港的情況改變 有所謂的國家對它出現 好得你會有這種看法 其實我覺得這段時間 反而短期 我看到國內相關的資金真的來了香港 有一個簡單的觀察 大家可能都看到中概股 中概股是過去十幾年 因為歷史的原因 很多國內好的公司都去了美國 這段時間大家都知道 那個都是被人禁止來打 近期網易、京東都回到香港 很多這些公司都回到香港 香港再次發揮了一個金融市場 和財富管理中心 不單是股票回到第二上市 甚至大家留意一下 老闆都直接將股票從美國搬回香港 所謂的全流通 因為之前有些報道說 可能會封殺你個人的資本帳戶 不單是股票要拿回來香港 甚至乎那個註冊地方都搬回來 有什麼事呢? 其實國內的老闆 其實都希望自己的財富 過往一直搬到外面 由國內搬到香港 再搬到外面 現在又回來 我自己給中國政府一個意見 它要區別對待外國政府和外國的金融行業 外國政府當然要打壓中國 制約中國的發展 但是那些金融行業 有時是被迫要跟隨它的政府 說說一些事情 但是我認為做生意的人 都是看生意的 人家說什麼 你就體諒一下它 就是它老闆要它說 它不能不說 但是你在香港就不要打擊外資公司 你應該給它一些機會 之前我見中資金融股 中資也有些投行來香港 很多 現在上市 大陸公司來上市 它便近水樓台先得月 人家高蚊設 Morgan Stanley 都沒有它這麼優越地位 他截到盤 不要讓高蚊設做 不要讓外資人 對 人家趕到人家盡 人家唯有走 你便給予一些機會 除了中金做之外 又給外國投行 賤回一飯 人家便留在這裏 所以一個人 要給他機會繼續做生意 另外 不要逼他們在政治問題上表態 匯豐、渣打 人家註冊在英國 他試下跟你說 我們都明白 為何你要立國安法 明白便算 不用人家登廣告 或者以實際行動去做 做了之後 人家會難為 施生 這個問題跟剛才的外資有些關係 如果國內或中國的立場相對更寬容 體諒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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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資更加會留在香港的機會 或者更加加大投資 你逼他做些難做的事 他自己國家政府便會拒絕他 便會逼他又說些不好聽的事 所以我認為 要明白外資的難處 繼續讓他找到資 他便會留在這裏 剛才我們討論金融方面的資金流向 施生,你有沒有看法 當疫症改善了 尤其是香港和內地情況 都相對樂觀一點 會否為了支撐香港 自由行之類的政策 會再度擴大 我自己覺得 可能沒有這麼快 我自己認為 為何會納國安法 我相信 大陸初期 最希望見到的 就是回歸之後 香港人更加 懂得自己應該怎樣做 更加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要為中國作貢獻 如果人們自動自覺這樣做 他便不用出這麼多手法 但是 香港的反對派 又很成功帶領新一代 跟他作對 既然都作對了 而且沒有辦法透過延遲去說服這些人 唯有採取強硬的法律 去解決這個矛盾 所以 我自己認為 他們都打定輸數 打定輸數 無法影響新一代的人 如果無法影響 我認為只有靠環境去影響 環境影響如何 你喜歡冷炒 炒完之後 原來生意又沒有 因為炒完 不會說零售月又恢復 服務業又恢復 你剛才都說 會不會放人下來 放寬 你是經濟的場合 去看這件事 但可能還有很多年輕人說 不要讓他們下來 不然來到香港 就讓你嘗試 覺得搞了香港 不要讓他們下來 香港會怎樣 到時你發覺 真的有這項需要 先跟大陸說 我相信大陸的態度就是 反正你不喜歡 下來又被你罵 所以我相信不會這麼快 我認為將來一定會放 將來他都是想香港有得繁榮 因為如果香港只是做金融業 7、8萬人口 100萬都差不多搞定 師先生 可能你對零售業的前景都相對謹慎 我知道浩德其實你有研究開零售股 你怎樣看香港現在的零售股 會不會 環境方面 會不會未來是股值交環境 會有機會有些投資價值 其實現在本地零售都是機韓交迫 無論是本地都因為疫情 所以其實消費力 尤其是中小型企業 其實很多都生存不了 所以之後即使會好一點 疫情過後 其實都要重新培養整個行業 店舖要租回 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都要錢 開店 小部分黃電、黃色經濟圈 都可能替它帶來生意 問題就是黃色經濟圈 就不能夠令到整個香港的飲食而增加 只是有標榜某種政治立場的人 就獲得同路人的支持 但這個量跟香港本身 零售業、服務業需要的規模還是差距 至於國內的同胞來香港 我覺得其實那個速度 剛才施生說過 可能在政治上高的一種考慮 另一個其實是 國內本身的旅遊政策 都有少少轉變 過去就是 很多國內的人 有錢出國去消費 其實近年你見到 中央都是希望那些消費 留在國內 不單止是因為洗外匯 因為出去就要洗美金 很多都要回到國內 甚至乎你見到近期 一個海南的政策 希望很多消費的刺激 都有一種在本國內完成的情況 這件事會否產生競爭 其實都是一個要考慮的因素 例如說到旅遊 我知道中概股內 都有些跟旅遊相關 你會否多說少少 你怎樣看這個版塊 中概股內 最大一隻跟旅遊相關 應該是Trip.com 以前我們叫做C-Trip 幫國內的人 網上訂機票 訂酒店 規程 其實都做得很大 不過其實競爭也越來越多 我們之前有提及過美團 美團因為很多人使用 其實他們都有相關的生意 即是機票或酒店 國內整體消費人有錢 都是喜歡旅遊的 這些其實已經是IP股 互聯網股 如果你純粹只是旅遊 其實現在不是好景 香港有些公司都上了市 其實是生意難做 飛機又不飛 很多地方又要隔離 你怎樣做旅遊 所以旅遊股本身那一篇 是不好做的 不過你帶入一些科技概念 又說可以利用大數據 有陽無出在豬身上 你令人很多的幻想 可以做 先生你講到航空股 近來美股的航空股 之前大幅反彈之後 再度下跌 我想原因是 跟他們的疫症開始失控 有少許關係 師先生 我都知道你有留意美國的情況 你認為美國現在的疫症 會否動搖經濟 會比之前更加差 其實疫症 在人類歷史上曾經影響很大 譬如黑死病 在歐洲、亞洲都曾經影響 譬如羅馬、帝國、殷如末落 標基的慈善基金 都很大的分量 是拿來研究疫苗 其實疫症是可以影響 整個人類在地球的命運 最大殺傷力武器 所以這次究竟新冠病毒 對人類的傷害可以去到多少 現在未曾完全可以估計 因為以全球去計 新確診的人數其實是上升的 沒錯 周發突破一千萬 例如一路延續 由北半球到南半球 南半球未完 北半球可能天又開始冷 又有新的環境 如果是現在 搞一搞都死了數二十萬人計 如果一路繼續下去 他控制不住 可能對整個世界的生活方式 生產方式 經營方式 全部產生很大的影響 所以現在都不能夠這麼快 說這次疫情已經是控制到 我們看到就是 香港、中國、亞洲有些地方 好像控制到 但是這個世界是一體的 除非我們真的找兩、三個月 一起封關 全世界一齊來 可能真的令到疫情從此斷尾 但是你這兩個月封關 封關完了 輪到他封關 那裏還未完成 又遠一點過來 香港現在自己沒有什麼 但是 輸入借過 一個不幸運的人 抵抗力強 經常都查不到 放他沒有事到處走 原來是到處輪出來 可能最終都是互為影響 交叉感染 什麼時候可以完全斷尾 現在還未知道 另外採取什麼方法對付疫情 其實都世界有分歧 譬如中國採取嚴厲的封關 追溯受感染者 將它隔離 但是也有些國家覺得這樣太過分 影響生產 又影響個人自由 美國現在又放花 放花很明顯 疫情增加 由萬多宗一天 現在一飆飆到上三萬宗 三萬五宗差不多 所以我自己看美國很快 又要多來一輪救市手段 經濟沒有好過 生產的財富沒有多 你又發一堆抄 發一堆抄出來 全世界採現金的人都被你貪薄 包括香港 採美港元 這些方法 是否可以長期做下去 如果多做幾次之後 會否影響 別人對美元可兌換性的擔憂 這些都可能影響整個世界的經濟 所以疫情究竟會怎樣發展 現在都未可以做結論 似乎斯先生 以我理解 可能相對悲觀一點 浩德 我知道你都擔心美國出現第二波 操作方面是保守了 我可不可以跟觀眾解釋 你怎樣看美股或近來的操作是怎樣 之前大家都知道 美股因為印鈔指 由低位反彈了差不多三四成 所以大家明白 實體經濟 即使由最差 所謂改善了少少 但與疫情前比其實還是很差 所以這段時間 假設第二波再出現 究竟我們都會問 究竟我們的社會是否可以支持得到 不過我想這段時間 疫症的中數反彈 其實都有少少是因為人為的原因 因為令人流動 這也是一個選取 就是社會人的健康和經濟健康 暫時的優惠 希望九一的經濟先 暫時是美國先 所以這段時間 你會明白了 為何人為地 都寧願接受 中數慢慢上升 不願意重新封入社會 你的基金的 尊敬水平 究竟現在是超過一霸 因為少過一霸 是正還是負呢 我們三月尾一路上升 我們的掌握率是比較高的 例如施經金計 我們大約去100至110中間 比較看得好少少 在今個月 一來就因為已經升了不少 第二 其實你會見到 估值反彈之後 假設市場重新擔憂 第二波等等 其實波動性都大 所以其實我們今個月 都是適量減少 大約現在是維持了八成半左右 我覺得 亦都要預計 第二波如果未真正完結 我相信 除非真的有一個 很有效的疫苗 或者是一個很有效的藥 否則市場仍然 一旦不開心那兩天 都會拿回這件事出來說 所以 都要留有一定的操作空間 但我自己覺得 不需要太過末日式 因為很多人 由錯過了三月尾到現在的反彈 經常都覺得世界末日只是一個紅屎反彈 我覺得這個也有少許偏頗 我覺得應該不可以太盲目覺得疫情過去 但第二波風險 我們可以在部署上調整一下 最後問題是代觀眾或客戶問的 近來都有不少人問過 似乎一些醫療相關在香港的股票股值 只要跟疫症或政治問題少一些關係 其實股值是不斷向上升的 浩德,你怎樣看這件事呢? 究竟這種不斷持續向上升 甚至乎有少許無視市場規模的情況 你認為會否可以繼續持久 出現一些特別情況 例如美國第二波影響很大 股市所有的板塊都有機會會調整? 如果抽空少許說 節目之前也跟阿詩先生有討論過 現在股票市場都很兩極化 大部分實體經濟比較差 所以股價不太有意義去買 但小數行業似乎沒有跟實體經濟的情況 例如科技股、醫療股 醫療股更加因為疫情下大家關心了 所以我覺得這段時間資金真的多了 但中長期是否真的看好? 當然,因為當大家錢多了 希望長命百歲 但短期市場是否真的炒過籠? 我覺得投資市場永遠出現這種情況 就是跟紅頂白 一跟紅的時間一定是炒得比較厲害 但我覺得唯一可以說 你看回每間公司 其實有些人真的掛名 突然不是做開疫苗的 就跟疫苗掛上身 那些當然要小心一點 但整體的板塊 其實我覺得都是 如果中長線這樣看 其實是一定的需求 實體經濟不太好的時候 或者沒有什麼好賣的時候 逢有些故事給你說的 有幻想空間的 這樣就會表現得比平時更加突出 因為沒有什麼減少便集中去那裡 明白 你說這樣很容易升得過高 但這個時候你不玩這些股 也不容易有賺獲 所以最後一句 投資者要量力而為 都要了解自己買什麼 最後我知道Hodellas 其實C基金上半年表現得非常不錯 差不多到接近15-6%的Return 我知道你下星期會有一個網上講座 分享下半年的投資策略 你可不可以跟觀眾介紹你的講座 下星期二 晚上7時半至9時 會有一個網上投資講座 也是免費的 各位觀眾或朋友 想了解多些 C基金上半年做了什麼 為何我們可以有這樣的回報 最重要是我們下半年怎樣看 我們的部署究竟是怎樣 我們亦都留了特別多的時間 可以跟我們的觀眾朋友互動 譬如說很多問題 例如剛才說 很多朋友看到醫療板塊特別好 究竟是怎樣看 怎樣部署 到時希望可以多些空間 跟大家具體交流一下 如果要報名 可以去到我們C基金的Facebook 有登記的網址 今集謝謝兩位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